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这个立体 这是关于 从静止释放下落的 自由落体 自由落体本身是一个等加速度运动 它就可以使用 等加速运动公式 V等V0加AT 以及位移等于V0T加2分之1AT平方 那这里呢 第一小题问说 高度如果是离地面 45公尺 然后从静止释放 那需要多少时间可以到达地面 那我们就可以取 第二个公式 然后把数字带入 末数 V 初速 0 加速度 10 乘以 不是 不是这个 我发现 第二个 最后的位移是 H 然后初速是0 加速度是G 然后再 花的时间T平方 那这个式子可以表达为 H 等于 2分之1GT平方 或是呢 移向一下变成 时间 时间 等于 根号 2H除以G 那今天我们有 这个45公尺 所以可以带入H 然后G的话 则是带入中继加速度10 所以今天我们带公式的话就是 2乘以45 再除以10 所以结果是3秒 结果是3 这第一小题 那第二小题的话 那第二小题的话 当它同时到达地面的时候 差的末数 是多少 那第二小题的话 就用我们的 第一个式子 V等V0加1题 末数等于初速0 再加上加速度10 再乘上3秒 所以结果末数就是30 好 所以第二题就是30 好 那再补充一下 如果我们把这个 它的通识写出来的话 应该会是 V等于GT V等于GT 然后呢 这个T如果用底下的这个 这个带入的话呢 就会变成是 G乘上根号的2H除以G 那经过整理就变成了 根号的2GH 所以如果我们直接带 第二小题 如果不知道这个时间是3秒 还是可以直接算的 就是 2乘以10乘以45 再开根号 一样也是30 好 所以答案就是30 好 谢谢同学